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 目前的民调还是位居比较落后的状态 那国民党当然也想要救了 但是又看到鸿海创办人郭台铭的动作频频 传出现在他们要走血招了吗 那么现在有声音传出呢 在国民党中央跟侯伴讨论出来的结果 他们认为呢 那么郭台铭独立参选对于侯友宜来讲 并不是一件坏事 由于现在党中央已经定调不会换侯了 那么也成功阻止这些挺郭中常委来提案卡侯 朱立伦不排除还寄出党纪来约束 那么这件事情应该可以告一段落 而且呢郭台铭是绝对不会挺候选总统的 因为他们认为郭台铭的脸书猛炮政策 炮基层告知会独立参选 那么现在他应该是箭在弦上了吗 那么就算郭台铭独立参选 可能也不会选到底 因为你们想呢 就郭台铭是最讨厌输的人 那他怎么又愿意花费大把资源 去赌这一把可能不会赢的战局呢 所以他们认为还会背负这个 让民进党无法被下架的骂名 所以他们认为郭台铭就算最后独立参选了 也不会撑到最后一刻 但是但你看到的是 朱金现在是不是看到外力契机 是郭台铭独立参选呢 因为他们认为南铭的内部民调数据 如果揭开如果是斯卡多的壮汉话 跟郭台铭选票重叠比较高的 反而是民众党的柯文哲 投友宜顶多掉1% 2% 但是对于柯文哲来讲可能就会到5%了 所以受伤比较重的是他 那么借力实力郭台铭参选 反而会不会帮助侯友宜呢 因为他们认为基层对郭台铭不守承诺 会不会来表达他们的不满 也因此郭台铭独立参选 可能促成了一些同行票回流 反而支持侯友宜 那么期待郭参选救侯的兵刑险招 国民党党务高层就说了 支持者在乎的是政党轮替 那么郭台铭的参选 对于侯友宜的当选毫无注意 只会拉下柯文哲来帮助赖琴德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